陆巡艳推开包厢门的时候 正好听见一群女人在里面 讨论初恋的杀伤力有多大 初恋我们都说了 轮到你了你可别想躲 听到这个名字陆巡艳推门的手顿住了 沉默许久后宋初恋抿了一口酒 片刻后惊润着酒意的嗓音响起 我在靠近心脏的地方闻了她的名字至今未喜 我现在的男朋友是她的替身 一字一句落在陆巡艳耳中深入惊雷 她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凝固了如坠冰窖 她是她初恋的替身 包厢里安静了一刻 瞬间爆发出沸腾的欢呼声 我靠牛逼啊 还得试你啊 宋姐三句话就杀死了比赛真情重啊 听说江怀婷马上就要回国了 既然你一直没忘掉她 那岂不是很快就能和她再去签约了 也不枉费你心心念念那么多年 不过你现在那个男朋友怎么办 宋初恋沉默一瞬没有再回答 眼看着包厢内有人要出来 脸色苍白的陆巡艳漠然惊醒 拖着虚浮的脚步下了楼 外面下着大雨 她却像失去了感知一样走入其中 冰冷的雨丝拍在脸上 混合着眼泪一起落了下来 她眼前一片朦胧水雾 脑海里不停回放着 刚刚听到的那些话 一些回忆慢慢上涌 宋初恋是她最好兄弟的姐姐 大她四岁 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高中她和兄弟被混混 堵在巷子里欺负的时候 走投无路之际 宋初恋开着机车出现 修长干净的手解开头盔 冷声道 就是你们欺负我家小孩 头盔解开露出整张脸的那一刻 陆巡艳听到了 自己心脏砰砰狂跳的声音 虽然早就听兄弟说 她有个英姿飒爽的姐姐 但真正见到的那一刻 她还是被惊艳了 更别提她随便几个高梯腿 就把这群混混打得落花流水 那时候全校男生 都有暗恋的女神 唯独她没有 可是那天 她有了她暗恋上了 好兄弟的姐姐 进入大学后 她的脸和身材都渐渐展开 在好兄弟的窜夺下 才终于鼓起勇气 她用尽了浑身解数 宋处理却始终拿她当个小孩 对她不冷不淡的 只是偶尔不经意看到她的脸 又会有片刻失神 直到那次她送她回家 车祸来临时 她毫不犹豫地挡在她面前 好在刹车急时 她并未受很严重的伤 只是眼角被车座磕破流血 破了个指甲大的伤口 只是小伤可宋处理 却一反常态紧张地不行 不仅主动送她去医院 还不停询问医生 脸上会不会流疤 得到不会的答复后 她才终于放了心 又开始板着脸教训她 问她为什么要扑到她身上 是不是不要命了 陆巡艳双眼亮晶晶地看着她 眼里的爱慕根本遮掩不住 因为我喜欢你啊 宋处理直接愣在了原地 随后冷冷勾了勾唇 喜欢一个小屁孩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你又能喜欢多久 一辈子 她毫不犹豫 到宋处理我会喜欢你一辈子 许是她那的语气 太过坚定不移 太过真挚宋处理第一次 抬手摸了摸她的脸 她叹了口气 终于说出了 那句她一直梦寐以求的话 陆巡艳我们试一试 那天之后 两个人正式成为了男女朋友 恋爱三年宋处理 虽性子清冷 但对她该有的 都会有她也从不敢奢求更多 直到今夜 听到这一场谈话 彻底戳破了 她自以为是的美梦 原来时不时地 看着她的脸出神 是因为她是替身 原来那么害怕她的脸受伤 是因为她是替身 原来每次云雨的时候 她都喜欢看着她的脸动作 也是因为她是替身啊 她哭得撕心裂肺 直到淋得浑身湿透地回到家 才彻底没了力气 腿染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才慢慢清醒过来 脸上的泪痕已经干了 他人也清醒了陆巡艳 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 这是半个月前 她在酒吧意识兴起 当众唱了一首 写给宋处理的原唱曲后 一个星探递给她的 她说她嗓音条件很好 外貌也很出众 问她有没有兴趣成为歌手 公司会带她去国外 秘密训练三年 把她打造成一线歌星 唱歌是陆巡艳最大的爱好 她也不是没做过明星梦 可为了能留在宋处理身边 她拒绝了心探的妖精 她却坚持留下了联系方式 如今她知道了所有真相 也再没必要留在她身边了 看着名片上的电话 陆巡艳抬起冰凉发青的手 拨下了号码 接通的瞬间 她清了轻沙哑而疲惫的嗓音 亲生开口你好 我是陆巡艳 我答应和你签约 陆先生你终于想明白了 那咱们加个微信明天面谈 听着手机那头传来的欣喜的声音 陆巡艳点了点头 而后默默加上了微信 电话挂断后 不久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几秒后房门打开宋处理 拿着雨伞走进来 看到她坐在地上狼狈的模样 她皱起了眉 怎么浑身都湿了忘记带伞 湿发挡住了陆巡艳的脸 感应灯熄灭了宋处理 看不清她的表情 她揉了揉她的头发 怎么还像个小孩 以后记得看天气预报 陆巡艳并没有回应她 看到她转身进了浴室后 她才撑着麻了半边的身体 站起来去了另一个浴室 洗漱之后 她躺在被窝里盯着白墙发呆 没一会儿宋处理 也掀开了被子在她旁边躺下来 闻到那股熟悉的血松味 陆巡艳控制不住地 想起下午发生的事情 她忍不住抱住了她 然后慢慢慢慢地 将宋处理的睡衣疗上去 心口上面一寸处 赫然纹着三个字母 JHT这不是她第一次 看到这个纹身 以前两人情到农时 她曾窥见过无数次 虽然好奇却从没问过 可如今再看到她 只觉得眼眶一热 低沉的嗓音里带着哽咽 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宋处理争了两秒 视线跟着夏宇语气淡淡 却蕴含着无尽的柔情与爱意 那是她这三年 从未感受过的很重要的意思 顿了顿 她像是误解了她聊开衣服的意思 好了 你今天淋了雨就算了吧 早点睡 说完她扶开了她的手 拉下衣服关了灯 卧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 只剩下无声的眼泪 还在肆意流淌着 融入了这无边黑夜里 第二天宋处理起得很早 也不吃早餐换了鞋就要出门 看着外面连绵不歇的雨 想起她最讨厌夏宇天出门 陆寻艳叫住了她 你最近不是没有飞行工作吗 为什么还要出门 宋处理看起来心情不错 素来清冷的眉眼里 含了些许笑意 拿起伞抿开了门把手 有些重要的事情 要处理你乖乖在家 尾音和关门声不谋而合 看着已经消失的背影 陆寻艳默然转身回了卧室 一眼就看到了 她落在床头的手机 正在响得不停 她拿起来一点开 就看到了微信聊天界面 屏幕上方正中心的名字 显示着聊天对象的名字 怀婷 今天几点的飞机 外面下了很大的雨 你不要出航站咯 我开车来接你 这殷切的态度 关心的语气 和昨夜那句 记得看天气预报的冷淡答复 大香径庭 原来在下大雨的时候 面对真正喜欢的人 她是会主动去接的 陆寻艳只看了一眼 就听到了门口的脚步声 她放下手机 在送出离进门前 进了衣帽间 等她再出来时 手机不见了家里也没人 她拿起包下楼拦了一辆车 到达提前约好的咖啡厅时 陆寻艳一眼就看到了 正在门口等她的心探陈芝 两个人寒暄一阵后 进了包厢 陈芝详细地给她讲述了 培训计划和之后的发展规划 又拿出了一份合同 看着上面鲜红的 耀芯音乐有限公司公章 陆寻艳争了争 耀芯是全球最顶级的娱乐公司 多少人强迫了头 都想进去 可她差一点就放弃了 她自嘲一笑 没有犹豫 签下了自己名字 拿到签好的合同之后 陈芝脸上露出挖道宝的神情 笑得连褶子都出来了 陆先生之前 你拒绝我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特别可惜 好在你想通了 明珠总算没蒙尘 你放心 要新实力业内顶尖 我们一定会让你站上 最闪亮的舞台 这次训练 是封闭式的你回去后 先准备准备 15天之后我们就出发 陆寻艳记下了日子 礼貌道别 回家路上 送出离的电话 突然打了过来 语气无比急促 你没在家 她争了争 刚要开口下一秒 就听到她再次道 无论你在哪 现在马上来 时中心第一院 在一起这么久 陆寻艳还是第一次 看到她这么着急 她犹豫了几秒 还是让司机掉头了 刚到急救室 看到宋处理 好端端地站在那 出事的不是她那时 还没来得及询问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一旁的护士 就把她带到了 隔壁的房间里 你是有行血是吧 陆寻艳不明所以地 点了点头 紧接着护士就问起了 身体情况 随后将粗大的针管 静止扎进皮肤 手臂上传来的刺痛 让她忍不住撕了一声 她这才惊觉 这是在献血 护士一边看着血量 一边和她聊起天 帅哥外面那个美女 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她男朋友在机场外 碰到车祸 被送过来 她急得都要疯了 直接找关系 把我们院长叫来了 医院血库告急 她又接二连三 打了无数个电话 最后把你叫来了 感觉她真是爱惨了 她男朋友啊 听到这句话 陆寻艳只觉得心脏骤然一紧 仿佛有一双手 狠狠抓住了她的心脏 对方已经松手 她却还喘不上气 只觉愚痛未绝 所以宋处离找她过来 就是为了让她 给江淮婷献血 先不说让替身 给郑主献血 这是有多伤人 她她分明知道 她有很严重的贫血症 是忘记了 还是为了救江淮婷 所以根本不在意 抽完血之后 她足足在位置上 坐了半个小时 才慢慢缓过来 而这段时间 宋处离从未来 看过一眼 问过一句 想都不用想 此刻她一定是 还在守着江淮婷 也是她不过一个替身 怎么配得上她垂脸 陆巡艳自嘲一笑 扶着墙 一出门就看到 手术室的灯熄灭了 医生推着病人出来 宋处离连忙神色 焦急地迈着大步跟上去 推着车进了病房 隔着窗看着她 坐在床边 紧紧握住那双苍白的手 满脸祈求和后怕的神色 陆巡艳心下一致 在她印象里 不管遇到什么事 宋处离永远都是 一副云淡风轻 势不关己的模样 认识她五年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她 露出这种表情 原来她真正爱人的模样 是这样子的 肩下里四五天 宋处离一直没回来 陆巡艳知道 她在医院也没有联系过她 她去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去公司递了辞呈 第二件拿出了行李箱 开始收拾行李 第三件把她离开的日期 在日历上标注出来 看着日子一天天临近 她那万分迷茫的心 总算慢慢安定了下来 雨季结束后的那个晴天 宋处离终于回来了 几乎是一眼 她就发现了家里的种种不对劲 她看着一旁的纸箱 皱了皱眉 你怎么把公司 里的东西全都带回来了 随后她又看到 房间里放着的行李 呼吸微乱 你突然开始收拾行李干什么 最后她才看到 墙上那个被画上圈的日历 回头看向她 你在三十号这天画的圈 又是什么意思 一连三个问题 让陆巡艳的动作微顿 她没有隐瞒 最近找到了更新意的工作 就辞职了收拾行李 是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三十号就是我去的日子 说完她轻轻吸了口气 打算将自己要离开 并和她分手的事如实相告 你有空吗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想跟你谈谈我 话说到一半 宋初黎的手机突然响了 她看着屏幕上 江怀婷的名字 连忙按下了接听 透过听筒 江怀婷辞性的声音传了过来 初黎 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我朋友给我办了个接风宴 你要来玩玩吗 宋初黎刚想要答应 却又想想起什么 侧目看向陆巡艳 你刚才说要谈什么 很重要吗 这样问她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摇了摇头不重要 你要是有事就去忙吧 听到这陌生的声音 江怀婷笑了一声 雨带惊奇 你男朋友也在啊 那带她一起来玩吧 她不是之前给我献了血吗 我还没好好道谢的 宋初黎听到献血二字 争了争下意识 捂住了听筒走到一旁 最后不知道 两人如何交谈的 宋初黎带着陆巡艳 一起出了门 她甚至都还没开口说出拒绝 她便迫不及待地 带着她上了车 路上她对前几天 发生的事情解释了几句 刚刚打电话过来的人是 我朋友她前几天回国遇到车祸 医院血库又库存不足 我想到你和她是一个血型 情况比较紧急 所以才叫你过来 也没来得及和你解释 你这几天没给我发消息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生气了 没有我有些贫血 这几天一直在休息 所以没联系你 陆巡艳的语气淡淡地 似乎根本不在意 看着她那苍白的脸色 送出离心头一紧 骤然生出了一些愧疚 是啊 她怎么忘记了她有贫血症 她刚要道歉又开口问她 想要什么礼物弥补 她却已经闭上了眼 仿佛并不在意的模样 最后她也只能止住了话语 两个人下了车后 便禁止往指定的包厢走去 可刚一推开门 两个人就察觉到了 现场的压抑气氛 说好了是接风宴 可到场的几乎全是女的 大部分还是送出离的朋友 他们一群人看着她 欲言又止 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可还没说出口 江怀婷就笑着迎过来来了 说完她的视线 落在陆巡艳脸上 争了争 随后又扬起一抹笑 这就是你的小男朋友啊 看着好小 上次多谢你给我献血 说起来我这条命 还是你救的呢 以后有什么事 只要你开口 我随叫随到 陆巡艳强行扯出一抹笑 言重了 江怀婷笑了笑 让他们随便做 便去招呼其他刚到的人了 她虽然人没在这 可送出离的视线 却一直放在她身上 看到她和别的女人 谈笑风生 她的脸一下就沉了下来 看到她多喝了几杯鸡尾酒 她便默不作声地 让适应生将会所内 所有的鸡尾酒送到她面前 看到香槟塔 不小心被人推倒 要砸到她身上 她立刻起身 将人护在了怀里 小心 尖锐的玻璃碎片 在她左手上 划开几道口子 大家都劝她 赶紧去医院处理处理 她却随便拿了条丝巾缠上 对此魂不在意 小伤 没事 不用管 看着那被血染红的白丝巾 陆巡艳刚拿出的车钥匙 又放回了包里 现场安静了几分钟 又很快恢复了热闹 八点 眼看大家都喝得尽兴了 江怀婷直接拿起了话筒 高声宣布 现在人也到齐了 我可以宣布那件重要的事了 想必大家也知道了 我这次回国前分了手 今天把大家叫来 就是为了相亲 找个新女朋友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胆战心惊地 看向了宋处理 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死死地盯着她 手里的玻璃杯 被她硬生生捏碎 鲜血糊了一手 江怀婷却置入网闻 反而笑着朝她举起了酒杯 处理 这次叫你来可不是白叫的 就是让你帮我把把关 看看你这群朋友 哪个和我比较合适 整个包厢瞬间压绝无声 看着这群人躲闪的眼神 和黑着脸的宋处理 陆巡艳总算知道 为什么刚进来时 这个包厢的气氛会这么奇怪了 就在大家都战战兢兢时 坐在中间的一个女生 突然站了起来 我 去个卫生间几个字 还没说出口 宋处理直接把身前的桌子掀了 冷卓眼扫向她 你敢答应试试 偶然被发难后 那个姐妹有口难言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宋处理却攥紧了手 满手带鞋地走到江怀婷身前 红着眼语气颤抖的质问 江怀婷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心 说完 她头也不回地离开的包厢 重重摔上了门 完全忘记 她把男朋友丢下了 闹成这样 接风宴也办不下去了 陆巡艳自嘲一笑 起身去了卫生间 刚走到走廊 就听见了宋处理那群朋友 和江怀婷争吵的声音 江怀婷 你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非要搞这一出惹处理生气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她一直都想跟你复合吧 她心心念念的人 我们谁敢动 她想复合我就答应她 一点诚意都没有 诚意 卧槽 你到底还要什么诚意啊 你知不知道 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 这个圈子里 哪见过她这样的事情中 她堂堂一个天智娇女 为了你疯成什么样啊 你提分手出国后 她每天酗酒 险些没把自己喝死 她前脚刚发朋友圈说 喜欢什么东西 她后脚就不计代价的买回来 然后又飞出国 连夜偷偷放在你家门口 你前阵子跟好兄弟说 你好久没看到烟花 她立刻让人在巴黎 准备了烟火大秀 这些事情 别告诉我你一点不知道 听着朋友那一份甜音的口气 陆巡艳的手轻颤了一下 和她在一起的这些年 宋处理总是莫名其妙 时不时的就消失 原来 都是为了姜怀婷啊 走廊处的争执愈演愈烈 姜怀婷却毫不在意道 她心甘情愿要为我做这些 又不是我逼的 更何况 都是一些小事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哪天为我丢条命试试 姜怀婷 你他妈就仗着 处理的喜欢可敬座吧 等到哪天 她的耐心耗尽不喜欢你了 你就等着后悔吧 不喜欢我 笑死 她连找个男朋友 都是我的提身 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我和她的事 轮不到你操这个心 姜怀婷的语气里满是笃定 说完这句话 便置得一满地转过身 却正好和站在不远处的陆寻艳 两两对视 看到她站在这里 一群人都瞬间愣在了原地 姜怀婷倒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宋处理没在 她也没了之前的客气 反而可怜地扫了陆寻艳一眼 你都听到了 也好 不然一直蒙在鼓里 多可怜啊 小伙子 你不过是我和处理感情里的 一个小配具而已 我奉劝你 还是趁早抽身为好 说完 她直接离开 走廊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留下送出 离那群姐妹脸上的通红 磕磕绊绊地解释着 寻艳 不是你听到的那样 是 是 众人很想解释 可却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真相就是那样 看着一朋友紧张得不行的样子 陆寻艳不想为难他们 什么也没问 转身离开了 刚走到楼下 她正在打车 一辆霉红色的跑车 突然碾着水滩开了过来 肮脏的污水 溅在陆寻艳身上 将她的衣服打湿了大半 她抬头 就看到了车窗后 将怀婷那张幸灾乐祸的脸 小佩绝 你再不懂点事主动离开 小心下场 比现在还要狼狈哦 撂下这句话后 她开着车扬长而去 陆寻艳从包里拿出纸巾 慢慢擦拭着脸上的水 她把湿掉的纸巾 丢进垃圾桶里 仰起头看着湛蓝的天空 流出一滴泪来 佩绝吗 不 她从不是谁的佩绝 是宋初黎 从她的剧本里 杀青了 回到家后 陆寻艳吃了点东西 洗漱一番就休息了 凌晨三点 卧室的灯突然打开了 喝得醉醺醺的宋初黎 跌跌撞撞的闯进来 一把将被惊醒的陆寻艳 抱进了怀里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折磨我 你明明知道我放不下你 为什么就不肯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还要当着我的面相亲 你就这么喜欢折辱我 是不是看我为你 痛不欲生的样子 你就开心了 好 我痛苦 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只要你还是我的 看着她脸上那痛苦不堪的神情 陆寻艳手上使了点镜 从她怀里挣扎了出来 她看着她倒在床上 嘴里还在不断地念着江淮亭的名字 自嘲地笑了笑 原来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啊 原来我们恋爱那三年 对你来说当真一文不值啊 她红着眼拿着枕头离开了卧室 顺手关上了灯 房间里又陷入了漆黑 宋初黎还在说着醉话 却已无人倾听 第二天 宋初黎睡到中午才醒 做最后 她头疼到快要裂开 强撑着坐起来 陆寻艳正在窗前收拾小手势 看着她的背影 她脑海里闪过一些模糊的印象 一下争住了 我昨天喝多了 说过什么醉话吗 看到她摇头的动作 宋初黎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她抬起手想揉揉太阳穴 拉到了伤口 青丝了一声 陆寻艳刚好转过身 看到她手上还没处理的伤口 因为酗酒发炎了 宋初黎是机长 日后还要开飞机 此刻才终于想起要处理 药箱在哪 陆寻艳没有说话 转身去客厅拿了药箱过来 这里面 什么药都有 宋初黎忍不住笑了笑 怎么可能什么药都 可以打开 看到从感冒药到胃药 音音俱全的琳琅药品 她整个人都争住了 这都是 你准备的 陆寻艳点了点头 嗯 你是机长 不能受伤 所以我把药准备得很细 就是为了你需要的时候 能及时用到 文言 宋初黎脑子嗡鸣 瞬间想起一些后知后觉的事情 想起无数次深夜 自己久醉而归 都是她任劳任怨 给她熬醒酒汤 她随口说句 想吃什么 她立刻去找菜谱学着做 这些年自己大病小病 接连不断时 她总能及时应对 她记得他们刚在一起时 宋宇白曾无数次跟她提过 说陆寻艳在家里 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 要她承担好女友的责任 她比她大上几岁 可在这段感情里 却一直都是陆寻艳在照顾她 这一刻 宋初黎心里五味杂陈 她满是愧色地看向她 想说些什么 却看到她拿起了包 似乎不打算给她上药 而是准备出门 一时有些意外 你要出门吗 陆寻艳愣了一声 戴好帽子 和宇白说好了 一起吃午饭 宋初黎这才想 宇白好像刚结束旅行 她拿出药匆匆处理好手上的伤口 跟着起身到了玄关 我送你过去 陆寻艳刚要拒绝 她却直接牵住她的手 拿起车钥匙便带她出了门 上车后 宋初黎一边调着导航 一边问起他们下午的行程 她正想陪着一起 手机突然来了新消息 她点开看了一眼 把车听到路边 一脸歉意地看向陆寻艳 本来想今天陪你的 但刚刚收到消息 临时有飞行任务 寻艳 你打车过去可以吗 陆寻艳方才看到了 她的飞行任务信息 所以知道她没有撒谎 点了点头 便拉开了车门 看着她的车消失在视野中后 她抬手拦了一辆出租 到达约定好的餐厅后 宋宇白已经点好单了 她兴冲冲地拿出一份礼物 递到了陆寻艳面前 语气里满是欣喜 当当当 旅行礼物 快拆开看看喜不喜欢 陆寻艳把礼物放在腿上 没有及时拆礼物 反而抬眸看向她 一脸正色 宇白 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我 打算和你姐姐分手 然后去维也纳深造 大概要去三年吧 听到这话 宋宇白的眼瞪得浑云 什么啊 怎么这么突然 谈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分手啊 陆寻艳笑了笑 巨石已告 因为你姐姐不喜欢我 当初和我在一起 也是因为我和她前男友 长得像 一直把我当提身 她早已经放下这件事 所以说起来的时候 可以毫无波澜 可宋宇白一听 心里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了 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 前男友 谁啊 那个姓姜的吗 当初分手的时候 我姐好像是整天买醉 这么多年了 她居然还没走出来 那个姜怀亭 哪里和你相望 你比她帅多了 我姐放着满眼都是她的 你不要 居然还在想着她 还把你当成她的提身 她越说越气 最后饭也不吃了 打听了好议会 宋初黎在哪后 便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她知道宋宇白 素来是很怕她这个姐姐的 但如今就为了她如此出头 她很是感动 可是 她早就决定放下宋初黎 也不想闹得这么难堪 于是连忙拦住她 可她却了一路 宋宇白还是跑到了夜色会所 包厢门口 她刚要推门进去 就看见姜怀亭站在人群中心 一脸高傲地看着宋初黎 既然你这么想让我原谅你 也可以 你把这一桌子酒都喝了 我就考虑一下 听到这话 宋初黎还没说话 围在一旁的几个朋友立马炸了 纷纷上前阻拦 姜怀亭 你过分了 当初本来就是你不对 非要搞什么选女友 才惹得初黎生气 摔门而出的 现在你随口说要见她 初黎为了哄你高兴 连临时派发的紧急工作都推了 制服都没拖就来找你道歉 你怎么这么无力取闹 就是 初黎什么人 金圈就没人敢在她面前大放厥词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羞辱 面对这漫天指责 姜怀亭却毫不在意 我可不管那些 她那天那么凶吓到我了 我就要她这样道歉 更何况 喝一桌子酒怎么了 她这么高贵 就别来找我 沸沸扬扬的争执生理 宋初黎冷着一张漂亮的脸 她迎上姜怀亭那娇动的眼神 低声道 是不是都喝了你以后 就再也不选什么女友了 是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宋初黎解开机场制服 最上方的几粒纽扣 缓缓拿起酒瓶 我喝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 眼里满是震惊 看到姜怀亭耀武扬威坐到在那里 包厂外的宋宇白气得都要冒烟了 她咬着牙叫冲上去 却被陆寻艳拖着进了电梯 宋宇白骂骂咧咧的挣扎个不停 回身刚要让她松手 再看到她表情的一瞬间却愣住了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 滴滴答答 落在宋宇白手上 将她心底的火都浇灭了 她连忙慌张又心疼地替她擦着眼泪 寻艳 别哭 你别哭啊 好好好 你不要再跟我姐在一起了 以后我再给你介绍别的姐姐好不好 陆寻艳笑了笑 极力想咽下这股酸色感 却哽咽不止 其实 其实我没有那么难过 我已经决定要放下她 开始新的人生了 可是为什么会流泪呢 大概是亲眼看到这一切 想起了太多太多过去 才猛然惊觉 原来宋处理喜欢一个人时 是会被对方的情绪所影响 会不顾所有奔赴 会放下自尊服软的 她的爱会表露无疑 让人看见 而她 从未被她爱过 到家之后 陆寻艳的心情已经平复了 一觉醒来 离她离开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她独自去看了最爱的歌手的演唱会 录下万人呼和的蔚蓝灯海 她把这条视频在朋友圈制定 然后把恋爱时分享的所有动态 全部清除了 几个好朋友都知道她要去追逐梦想 纷纷在下面留言鼓励 寻艳 希望有朝一日 也能成为你的最佳听众 未来的大明星 先预约一份签名不过分吧 消失几天都杳无音讯的宋处理 也给这一条点了赞 看着突然冒出来的红星 陆寻艳有些诧异 她记得宋处理从不发朋友圈 也不看别人的动态 直到看见宋与白发来的几条消息 她才明白了原因 寻艳 我加到那男的微信了 气死我了 底下发了几张截图 都是江淮亭分享的日常 海边的日落霞光 花海中闲停漫步 万家灯火与烛光晚餐 每一条都有宋处理的评论 怎么没把我拍的那张发出来 听说西山那边的樱花也开了 过两天我带你去 虾有点难包 不过你喜欢 我就不觉得麻烦 一条条翻下来 像是小情侣恋爱日常一样 原来是整日盯着给江淮亭评论 无意间看到了她的 才顺便点了个赞 陆寻艳微微一笑 安抚了宋与白几句 默默将过去三年 宋处理送她的礼物 买的各种情侣物品 拍的照片 写的日记都整理了出来 她辛苦了几趟拍到楼下 正准备扔掉 就看到了突然回来的宋处理 她心情似乎很好 没烧眼角都带着笑 看到她 她脚步顿了一下 拐了个弯营上来 箱子里装的什么 都要丢到嘛 一些用不上的杂物 宋处理点了点头 将手里的蛋糕递到她手上 俯下身就要帮忙 看到蛋糕的一瞬 陆寻艳愣了一秒 怎么突然想起买蛋糕了 听到这话 宋处理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微微沉着脸看向她 你不记得了 今天是我生日 生日吗 陆寻艳这才想起 似乎正是在这几天 一个月前 她还在为准备什么礼物而苦恼 后来得知自己是替身 决定离开后 她就把这件事忘到脑后了 毕竟很快就是前女友了 又有什么记住生日的必要呢 看到她脸上一傻而过的恍然 宋处理呼吸微微沉了几分 今天凌晨 很多人给她发了祝福 只有陆寻艳没有任何消息 她以为她准备了什么惊喜 原来是忘了 虽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可不知道为什么 宋处理始终有些不适应 心脏出闷的不行 毕竟以往不管是纪念日还是生日 她都会准备很久 盛大庆祝一番 怎么今年就忘了 她分明是最爱她的 正要开口 手机突然叮咚响了几声 是江淮亭发来的消息 说给她举办了一个生日宴 看到那个地址和群里朋友们的调侃 宋处理微微攥住了手机 方才的阴沉一扫而光 眉眼染了几分笑意 她一边回复消息一边要走 陆寻艳叫住了她 你生日 宋处理争了争 我现在有点事要出去一趟 等晚点回来 再一起庆祝吧 陆寻艳愣了一声 静静看着她离开的身影 等到她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 她把几个箱子全部丢了 想起宋处理那喜不自禁的表情 她知道她今天不会回来和她庆祝生日了 莫名的 她松了口气 垃圾桶挤进塞满 她顺手把她的蛋糕也丢了进去 转身上楼 几个小时后 陆寻艳收到了沉执的消息 明天就要出发了 早上九点 我来接你 她刚回了个OK过去 宋处理的姐妹突然给她发了条语音 寻艳 来西尔顿酒店 处理出事了 要快 听着她那急不可耐的语气 陆寻艳争了证 下一秒 宋雨白也打电话过来了 语气里带着哭腔 寻艳 我姐 我姐她 她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下楼拦了辆车 刚下车 宋雨白就拉着陆寻艳往湖边狂奔而去 路上断断续续说清了事情原尾 将怀婷那的前女友从国外追来 跟到酒店求复合 我姐气不过和她打了一架 她非但不劝阻 反而跟着起哄 把一只手表丢进湖里 说谁捞上来 她就和谁在一起 前女友要下水 我姐也跟着要跳下去 这湖下面有断牙 就连专业的前勇运动员都不敢下去 一群人劝了半天 她都不听 寻艳 你帮帮我吧 我就这么一个姐姐 越听 陆寻艳越沉默 她很想告诉宋雨白 如果和江淮婷有关 那就算是一百个她 也说服不了宋处理 可看着她那双哭红的眼睛 陆寻艳实在张不开口 等两个人赶到湖边 宋处理还在穿潜水服 江淮婷的前女友 已经收拾整齐 跃进了湖里 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水面 宋处理眼里闪过一丝冷色 手上的动作加快了许多 身边的几个朋友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劝个不停 这湖那么深 手表肯定找不到了 谁下去也是白搭 处理 你别犯傻 为了一个男人搭上性命值得吗 宋处理 你他妈给我清醒一点 宋处理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带好氧气罩 一把推开了挡在前面的一群人 宋宇白再也忍不住 冲上去一把拉住了他 声音里满是绝望 为了他一句话 你就要去送死 姐 你想过我和爸妈吗 你想过巡艳吗 你今天要是去了 我宋宇白就没有你这个姐姐 现场的气氛直接凝固了 宋处理停下脚步 回身定定看着这个弟弟 过了很久 他抬起手 握住了他的手 声音低沉 我会回来的 这件事你别告诉爸妈 也不准告诉巡艳 说完他一根根掰开了宋宇白的手指 义无反顾的纵身跳入水中 看着湖面上回旋的一圈圈连衣 陆巡艳站在不远处 手紧紧握成一团 四周很安静 却有人轻轻笑了出来 一下就吸引了所有的视线 是江怀婷 他只高气昂地走到陆巡艳身边 满脸都是得意 他喜欢我 已经到了愿意为我赴死的地步 陆巡艳 你拿什么和我比 江怀婷 拿别人性命开玩笑 你有病就去治 看着他在这炫耀 哭得喘不上气的宋宇白猛地扑上来 狠狠甩了他一个巴掌 江怀婷从没受过这种气 当即就要反击 围观的人连忙拉开了两个人 陆巡艳扶着宋宇白 劝了他好久 他才慢慢冷静下来 呆呆地看着设备监控画面 一个小时后 氧气先行用尽的前女友浮出了水面 安静了很久的岸边立刻躁动了 大家都探头探脑等着宋处理 可又过了五分钟 眼看氧气都要耗尽了 陆巡艳还保持着理智 他联系了希尔顿的救援团队过来 恳请他们帮忙救人 五六位专业潜水员跳进了湖中 又过了十分钟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宋宇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连一开始满脸悠闲的江怀婷 也变得紧张不安起来 陆巡艳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 可食指已经深深掐进了掌心 江怀婷那几个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好朋友 已经颤抖地说起了丧气话 完了完了 氧气都耗尽这么久了 还没救上来 怕不是凶多吉少了 这要是出了事 宋家会放过我们吗 关我们什么事啊 他自己要为怀婷拼命 话音未落 很久没有动静的湖面 突然传来了响声 几个救援人员拖着一个人 慢慢往岸边游来 一群人连忙涌上去 七手八脚地把人救上来 宋初离已经到了 失去意识的边缘 摘下氧气照后 看到那张惨白的脸 朋友们和宋宇白都红了眼眶 他却按住胸口 目光直勾勾地看向江淮婷的方向 我找到了手表 说着 他抬起了颤抖不停的右手 水洗过的钻石手表 在傍晚斜阳的映照下 折射出璀璨光芒 太过耀目 也太过刺眼 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江淮婷身上 从始至终没发现陆巡艳就站在不远处 眼睁睁地看着 他是如何热烈的 爱着别人 宋初离被送到了医院 陆巡艳陪着宋宇白 在病房里守了整整一夜 直到八点 提前订好的闹钟响了 看着屏幕上离开的备注 宋宇白这才猛地回过身 巡艳 你别走 你别走好不好 这一走 我们是不是要三年后才能见面 到时候你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我们就更难见到了 我舍不得你 陆巡艳也红了眼眶 轻轻拍着他的背 哄了好久 宋宇白才一一不舍地哭着将他送走 陆巡艳走出医院大门 刚要拦车 却忽然争了症 所有人他都道别了 唯独宋初离 他沉思许久 三年恋情 还是得有一个结果 他转身再次回去 刚走到病房门口 却听到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江怀婷抱着宋初离哭得像的泪人 我只是想要你表态而已 捞不到手表就上来啊 你怎么这么傻 我知道你还喜欢我 只要你分手说想和我在一起 我就会答应你 你就不能跟我服个软吗 这些话 宋初离等了整整六年 可真听到时 他心里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反倒因为分手两个字 无端想起了陆巡艳 他义无反顾 扑到他身上替他挡车的模样 红着眼眶说 会喜欢他一辈子的模样 笑嘻嘻地给他轻声的模样 无数次动情又盛满爱意的模样 一时间 他头痛欲裂 心里乱糟糟的 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正在此时 他不经意抬起头 一晃眼 看到了陆巡艳 他站在玻璃窗外 定定地看着他 那双有黑的双眼 如平静的弧面一般 无波无澜 接触到他目光的刹那 宋处理整个人都乱了方寸 他推开怀里的人站起来 却发现窗外的人已经消失了 追出去 走廊也空空荡荡的 是幻觉吗 一定是幻觉 他没让任何人告诉陆巡艳 他为了江淮婷拼命下水捞手表的事 他自然也不会知道他在住院 跑过来看他 宋处理心脏砰砰狂跳的厉害 总觉得有些东西正在脱离他的掌控范围 可是什么 他却暂时想不明白 另一边 陆巡艳已经放弃了道别 到家后 他默默将日丽撕下来 又将房门钥匙放在桌上后 才拿起行李下了楼 去机场的路上 陆巡艳点开了宋处理的聊天见面 考虑了很久 他最后只打了三行字 我们分手吧 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也祝你和江淮婷幸福 宋处理 我走了 再也不见 一句分手 他放下了三年的感情 一句祝你幸福 成全了他的自由 一句再也不见 表明和他再无可能 从今往后 他就只是他好兄弟的姐姐 发送键按下去后 很久 对面都没有回复 陆巡艳知道 宋处理现在有江淮婷陪着 大概没时间看这些 无关紧要的消息 不过 就算他闲下来看见了 应该也不会有任何情绪波动吧 毕竟喜欢的人就在身边 又何必在乎 一个只是替身的前男友呢 登机前 陈芝拿出一台新手机递过来 巡艳 根据合约规定 从今天起你要和外界锻联 这是你工作的手机 陆巡艳点了点头 将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做了交接 飞机正好起飞 广播声有些嘈杂 后座的几个女生吵闹不停 陆巡艳没有看到 手机关机前亮了一下的屏幕 也没有听见 连续疯狂叮咚的提示音 他偏过头 看着机窗外多云转晴的天气 微微一笑 往后 陆巡艳的人生 只会是晴天 在一起三年 宋处理从没想过 会收到陆巡艳发来的分手消息 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这段感情会维持多久 三五天 三五月 三五年 左右不过这些时间 他心里有放不下的人 陆巡艳只是他暂时停靠点港口 所以他几乎没怎么在这段感情里 投入过真心 他说起结婚时满眼的期待 被感委屈时的眼泪 宋处理其实都看在眼里 只是从未放在心上过 他以为自己能心硬如铁 只把他当成一个替身 度过这些难熬的年岁 可等到梦里期盼的人回来之后 他却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冷酷果决 本该早早提分手的人 一直留在他身边 成为了阻碍他和江淮婷附和的关键 身边人都劝他 只有快刀才能斩乱马 可他一会儿与旧爱挣扎纠缠 死也不肯放手 一会儿又为替身摇摆不定 迟迟很不下心 他无法做出选择 妄想拖延下去 直到亲眼看到那三条消息 宋处理像是被抽走了魂魄一样 脑子里一片空白 昏昏沉沉如坠梦中 他分不清这一切究竟是缺氧后尚未恢复的幻觉 还是必然要面对的赤裸裸现实 如果是幻觉 那为什么会那么真实 如果是现实 陆巡艳怎么会和他提分手呢 他追着他跑了这么多年 说要喜欢他一辈子 怎么会轻易就放手呢 宋处理想不清楚 他用力揉了揉眼睛 拍打了面部几下 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 可在一垂目 看到的依然是那两句话 他这才意识到 他认为的幻觉 极有可能是现实 一瞬间 他直接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微微颤抖的手指在屏幕上狂点着 巡艳 我们聊聊好不好 有些事 我可以和你解释的 你在哪 家里 还是和雨白在一起 一连串消息 噼里啪啦的发过去 就像石沉大海了一样 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宋处理的耐心 慢慢也耗尽了 他再坐不住 一把抽掉手背上的针头 狂奔下楼 开着车就往家里赶 素莱没什么声音的公寓里 此刻安静的有些甚人 他里里歪歪全找了一圈 没有看到人影 反而发现了空下来的展柜 衣帽间 房间 所有和陆巡艳有关的东西 全部都消失了 他似乎是已经下定决心 要从他的世界里彻底离开了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宋处理那颗慌乱不已的心 成了乱麻一般 紧紧绞成一团 他拼命回想着 这些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试图寻找出一些踪迹 离职证明 画着红圈的日历 冷淡的态度 被遗忘的生日 丢弃的东西 每一桩 每一件 似乎都在印证着 陆巡艳要离开的事实 可他却没有察觉到任何一场 纷乱如潮水的回忆退却后 留在宋处理脑海里的 只剩下那双眼目 所以几个小时前 病房前看到的最后一眼 不是幻觉吗 他来找过他 可能是想开诚不公寥寥 可能是想面对面提分手 却撞见了江淮婷和他坦白心扉的场景 于是所有想说 还没来得及说的话 就这样淹没在了唇齿之间 最后成了三句 看不出任何情绪的冰冷文字 宋宇白只睡了三个小时 就被突然闯进来的宋处理吵醒了 他像是疯了一样把他咬醒 语气里带着颤音 宇白 巡艳呢 他去哪了 连日继续在心底的怒气和起床气 混合在一起 让宋宇白再也忍不住 他掀开被子站起来 抬起手就给了宋处理一耳光 你不是有你最爱的江淮婷了吗 关心巡艳做什么 脸上火辣辣的痛感 让宋处理短暂清醒了过来 他看着怒不可恶的弟弟 露出一个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的表情 我 我可以解释的 你先告诉我他在哪 听到这句话 宋宇白都气笑了 他冷冷看着他 将那些憋了很久的话 一口气全部爆发了出来 解释 你解释什么 解释把巡艳当了三年替身的事情吗 宋处理 你一定要这么有心巡艳 恶心我妈 他去了哪里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好不容易放下过去 要开始新的人生了 你不知道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该像个死人一样吗 你去找江淮婷呗 不是为了他要死要活的 连家人都不要了吗 赶紧嫁给他 然后滚出宋家 我宋宇白没你这种姐姐 他似是气急了 说到最后 声音里都带上了哭腔 宋处理被他推散着赶出了房间 砰的一声 门众重合上了 他看着紧闭的房门 只觉得心头最后一点期望 也随着这一声彻底震散了 陆巡艳知道了 他把他当成提身的事情了吗 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他只觉得浑身都力气都被抽干了 晾翘了几步 那些掩藏在心底许久的愧疚 懊悔 在这一刻多如火山般喷发 将他彻底淹没 提着鸡汤走进病房 看到空荡荡的房间后 江淮婷愣了片刻 他就出去吃个饭 再回来怎么人不见了 正好在收拾医疗器材的护士 在一旁念叨个不停 什么是这么急啊 真都给拔了 听到这话 再想起他上午那反常的举动 江淮婷心下一沉 他连忙拿出手机联系送出离 消息消息不回 电话电话不接 等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回应 江淮婷也烦了 给谢慈打了个电话 出离在哪 联系过你吗 陆巡艳提分手了 出离在家 现在 刚听到前一句 江淮婷满脸的不耐烦 瞬间消散 他眼里一喜挂了电话 提着包悠哉悠哉的出了门 来了一辆车 他招呼也不打 就去了宋家老宅 既然陆巡艳这么懂事 主动提了分手 那宋处离就彻底落入他手中了 一想到以后 名正言顺使唤他 享受宋家背后的 资源人脉的幸福人生 他只觉得身心都舒畅了 车在别墅门口停下后 管家看见他正想去通报 他却摆了白手 直接走了进去 一进客厅 江淮婷就看到了坐在楼梯边 低着头正在发消息的宋处离 他端出一副笑脸 很是温柔的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宋处离像是没听见一样 头也没抬一下 倒是二楼的房门打开了 一身睡衣的宋雨白走出来看着他 眼里满是寒意 我们宋家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登门的 管家 把他给我撵出去 江淮婷怎么也没想到 在宋处离面前 宋雨白会这么不给他面子 他心里憋着气 可爱于身份 他只能咽下那些不甘 僵硬的转过话题 我是来找初离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 那你们俩就一起滚出去 听到宋雨白这毫不掩饰的厌恶语气 跟在后面的管家吓得一抖 连忙对江淮婷做出了勤的手势 对于江淮婷而言 这个动作和羞辱无异 他走到宋处离身边 委屈地告起了状 初离 我又没认你弟弟 他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宋处离抬起那张死记灰败的脸 看向他的眼里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 你先回去吧 想象中的护短情况没有发生 江淮婷愣在当场 他看着楼上盛气凌人的宋雨白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你让我走 宋处离 你可想清楚了 我今天要是走出这扇门 以后算你求我 我也绝对不会再踏进你家门一次 面对他的威胁 宋处离只觉得脑子都要炸开了 他痛苦地抓着头发 整个人都到了崩溃的临界线 语气焦躁不已 你不要闹了 让我冷静一会好不好 从他的语气里 江淮婷察觉到了他的情绪不对 他正想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宋雨白已经没了耐心 我们家不欢迎你这种人 你聋了吗 本想浑水摸鱼的管家 听到自家少爷姐真动怒了 不敢再懈怠 叫来了几个庸人 就要把江淮婷拉出去 他不肯就犯 挣扎中将茶几掀翻了 清脆的玻璃砸在地上 碎片飞溅着 整个客厅陷入了一片死寂 宋雨白七步打一出来 冲下来就要和他算账 那些无处发泄的怒火 在抬头看到门口出现的人影时 又咽了回去 爸 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一瞬间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门口 连夜从欧洲飞回来的 送父送母看着虚弱颓丧的女儿 和眼前的狼藉混乱 眼里的担忧 慢慢变成了不悦 这是在闹什么 始作俑者听到这句质问 不禁打了个寒劲 将怀婷连忙收起脸上的表情 做出乖顺的模样 叔叔阿姨 你们好 看着他这笔翻书 还快地变脸速度 宋雨白冷笑了一声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姐姐带了个不三不四的男人回来 要拆了咱们家呢 不是的 都是误会 叔叔阿姨 我可以解释的 宋父送母冷着脸 盯着这个陌生男人看了许久 直接把他看得哑口无声了 你就是江怀婷 听到宋母的询问 江怀婷还以为宋初黎 在父母面前夸过自己 连忙认了下来 是我 听到这个回答 宋府沉下脸 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 宋客 以后 也不许他进门 得到了一家支主的命令 几个庸人再不敢懈怠 发了狠劲 把人直接拖走了 在一旁沉默许久的宋初黎 看到这一幕 强撑着站了起来 怀婷他 啪的一声 宋父狠狠甩了这个女儿一巴掌 语气里满是失望 昨天发生的事 我都听人说了 你为了一个男人 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 宋初黎 你真是混账 你有没有想过 你昨天要是交代在了水下 你弟弟怎么办 你妈妈怎么办 宋家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个江怀婷 我和你妈这辈子都不会同意他进我们宋家门 你要么滚出宋家 要么就跟他一刀两断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 江怀婷却清清楚楚听到了这番话 他的脸一下就变得毫无血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随口开的一句玩笑 会惹出这么大的争端 还闹到了宋父宋母面前 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那他和宋初黎 这辈子不是都没可能了吗 可陆巡艳都和他分手了 眼看着他们就能重归于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错 被拖到门口丢下后 江怀婷心有不甘 他强行压住心里那些慌张 拿出手机给宋初黎 连发了十几条消息想解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天都要黑了 可他一条也没有回复 看着空白一片的聊天界面 江怀婷越来越没底 他连忙拿了辆车 去找兄弟们商量对策 路上还联系了宋初黎的朋友 想打听情况 很快 消息传达回来了 却不是他想听的那个 初黎一个下午都在联系人 打听陆巡艳分手后去了哪 我们只差把经理翻过来了 却没有任何和他有关的消息 他现在都要疯了 宋初黎 是因为陆巡艳 才变成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呢 这个消息带给江怀婷的冲击力 比宋父宋母的那几句话 要强上几百倍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离开的替身而已 居然能让宋初黎抛下他不管 一瞬间 他就由慌转目 脸上一片阴影 而在气过头之后 涌现出来的情绪 更多是吃凤和不满 陆巡艳 他凭什么 被劈头盖脸教训一通之后 宋初黎就被关到了房间里反省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生怕看错什么消息 可回复给他的 无一例外都是没有 看得越多 他心底的痛苦就越积越深 食指紧紧陷进皮肉里 掐出鲜红的血印 依然无法缓解他的焦虑和不安 他只差把电话打爆了 可不管是汽车铁运 还是航空水路 都查不到陆巡艳的名字 他是留在了京北 还是用别的方式离开了这座城市 宋初黎不知道 他也联系过他的朋友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接他的电话 就算接了也只是一句冷冰冰的不知道 或是一顿冷嘲热讽 他实在没有办法 却又只能绞尽脑汁想办法 从午后等到凌晨 他一刻也没休息 就在他焦躁到心神不宁之际 一个许久没联系过的朋友 突然发了消息 说是模模糊糊看到了一个人 很想录巡艳 宋初黎再坐不住 他打不开房门 直接从后窗翻了出来 抱着一丝浅薄的希望 他赶到了那个地址 一推开门 看到江淮婷和他几个兄弟的瞬间 宋初黎像是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样 浑身冰凉 而看到他真是为了陆巡艳做到这个地步 江淮婷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他直直地看着他 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韵怒 你就那么在意陆巡艳 他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宋初黎 你搞清楚好不好 再听到替身两个字 宋初黎心中泛起止不住的影痛 他张开干枯的唇 声音沙哑至极 他很好 是我对不起他 你有什么意见就冲我来 不要找他麻烦 江淮婷认识他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听到 他要为了别的男人出头 几个好兄弟也忍不住要替他理论 宋初黎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一定要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 治怀婷于不顾嘛 就是 怀婷才刚决定要原谅你 你要是一点都不懂得珍惜 又把怀婷惹生气了 就等着后悔吧 一个廉价的替身而已 分了就分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值得你闹得这么大张旗鼓的 怀婷今天受了多少委屈 你没看见吗 这些指责落在宋初黎耳里 让他心绪难平 整个人都痛苦不堪 看着他闷声不吭的样子 将怀婷胸中的那把火烧得越来越旺 是要在今天问个水落石出 你是默认了 在你心里陆巡艳比我更重要是吗 你不是把他当成我的替身 而是当成男朋友 喜欢上了他是吗 宋初黎 你给我说实话 面对曾经深爱之人的质问 宋初黎那激进崩溃的理智 他知道很多让他不愿面对的事情 在今夜或许都要一个了结 他需要做出一个决断 可让他惦念了十年的江怀婷 就站在他面前 他却说不出那句没有 他不能否认他和陆巡艳的恋人关系 一千多个日夜的朝夕相处 牵手 亲吻 拥抱 在不知不觉中 他像无声的细语一般 渗透进了他的生活之中 可他太安静了 不管是委屈或是喜悦 几乎从未发出任何声响 安静到他忽视了他的存在 忽视了自己动过心的事实 直到彻底失去之后 他才终于意识到 陆巡艳在来到他身边时 或许是作为江怀婷的替身存在着 可在他离开之际 他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他自己 不再带有任何人的标签 他失去的不是一个替身 而是男朋友 一个和江怀婷一样 陪在他身边三年的男朋友 无论一群人问什么 宋处理都一言不发 在江怀婷眼里 这等同于默认 他从没想过自己信誓 淡淡握在手里的东西 会因为疏漏 而被别人窃走 还是一个样样都模仿他 比不上他的替身 他咽不下这口气 却又找不到陆巡艳 只能全盘发泄到宋处理身上 你说话啊 为什么不说话 一句逢场作戏有那么难吗 你不是和无数人说过 他只是替身吗 你忘了我们分手时 你信誓旦旦和我沉默过 会等我一辈子吗 你怎么能出而反而 才三年而已 你就喜欢上别人了 这就是你的真心吗 他哪里比得上我 从头到尾 浑身都透露着一股 上不得台面的小家子气息 你喜欢上这种男人 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侮辱 你懂不懂 送出离从未见过情绪 如此失控的江淮婷 在他们这段关系里 他永远是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掌控者 三言两语就能挑起波澜 也因为这点漫不经心 他以为他并不如他爱的那么深 可直到此刻 才终于窥见了他那被掩藏起来的真心 原来他也会惊慌 会不安 会痛苦 这些情绪 本该成为终于让他安下心的存在 可在此刻摇摆不定的送出离眼里 这些情绪就像交到烈火上的热油一般 反倒让他痛苦的内心愈发煎熬 他想不明白 既然他那么在意他 在意这段感情 那为什么能很下心 离开他七年 他死死握住双拳 红着眼看向眼前人 再忍不住 质问了回去 那你呢 为什么要在我现在最深的时候分手出国 为什么要一走就是七年 明明你也没放下我 不是吗 我只是想看看 你是不是真能像你说的那样 一心一意爱我一辈子 你做到了吗 没有 你喜欢上了路巡演 你辜负了承诺 江怀婷已经失去了理智 说话都不再经过思考 而听到这个荒诞的理由之后 宋处理愣在了原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 被浪费的这七年 居然只是为了验证一颗真心 在一起时 他只差把命都给他了 分手后更是一决不振了三年 才缓过一口气 他却以为 他的爱都是假的 真心都是骗人的 一瞬间 身体里那些支撑着他走了十年的坚持和信任 都在这一刻坍塌粉碎 再看着眼前人 眉眼模样都一如从前 宋处理只觉得陌生 最后一点求而不得执念 就这样消散了 他垂下了眼 语气里掩饰不住的疲惫 是 我失信了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 宋处理想尽办法 都打听不到任何和陆巡艳有关的消息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杳无音讯 从一个月 到半年 再到三年 他从没放弃过寻找他的踪迹 慢慢的 陆巡艳也像曾经的江淮亭一样 成了宋处理无法放下的执念 他依然住在那套公寓里 每日醒来 对着务视人非的房间 他都会不自觉的发呆 愣上很久 所有和他有关的痕迹 都被清理了 唯一能用来回忆往昔的东西 只剩下他手机里那少到可怜的合照 在一起三年 龙共只有七张照片 他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又一遍 在无尽的思念里 宋处理年纪逐渐增长 家里开始频繁的催婚 逼他相亲 介绍各种男孩子给他认识 可他一个也不愿意接触 旁人都以为他是被江淮亭伤到了 对感情已经不再抱有期待了 可只有他知道 在那次开诚不公的质问之后 他就已经彻底放下了他 曾坚持了十年的喜欢 真能在瞬息之间化为乌有吗 宋处理想 是有可能的 毕竟他和江淮亭之间 隔着漫长的七年 2500多个日日夜夜 远比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要长久 那些炽热的爱意 在时光的底力打磨下 慢慢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被求而不得的痛苦所轻染 比起爱 这种情感更近似于一种习惯 当习惯被打破 他才终于发现 原来自己早就能从其中脱离了 可江淮亭不能理解 他心中所想一直缠着他 两个人纠缠间 到了宋处理27岁的生日 和往年一样 他回去和家人吃了顿饭 席上又被催婚了一通 宋宇白依然没回来 问了只说在忙 他不知道他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但他知道 因为陆寻艳的离开 姐弟俩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 他被说得有些心烦 就多喝了些酒 回去时 宋宇白正好回来 他叫住了他 我喝了酒 你开车送送我 宋宇白满脸不情愿 刚要拒绝 就被宋父宋母一个眼神逼着上了车 一路上 他一句话也不说 冷着一张脸 宋处理的心情也低落了下去 陈寅半赏才开口 你打算就一直这样躲着我吗 什么叫躲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少接触不好吗 宋宇白根本不接他给的台阶 呛了回去 看着他这不饶人的样子 宋处理忍不住暗了暗眉心 以前的事 是我对不起巡艳 我向你道歉 你能不能不要再计较了 爸妈都看着 你这么闹 他们心里好受吗 听到他还把爸妈搬出来了 宋宇白实在有些无语 浅翻了个白眼 现在知道怕爸妈担心了 那你当年为江淮婷 寻死觅活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他们呢 少在我面前摆什么姐姐架子 我早就说过 我不认你这个姐姐 将心中的不满都发泄出来后 宋宇白打开歌单开始播放 懒得再和他理论 狭窄的车厢里 只剩下吵闹不休的重金属音乐 宋处理找不到说话的机会 只能打开车窗 看着窗外的霓虹灯光 也不知过了多久 歌单结束 又开始从头播放 第一首变成了八月情歌 轻快的钢琴前奏响起 宋处理沉玉的心 这才舒缓下来 他靠在椅背上 正打算和上演休息一会儿 临时羡慕的晚霞 星雨云挥手应答 风往哪个方向 轻盈浅唱的歌声一响起 他睁开了眼 下意识地望向屏幕 宋处理沉玉手机眼快地切了下一手 虽然没有看到歌手名字 可看到他的动作 宋处理越来越肯定 刚刚那道声音 是陆巡艳 他猛地转过头看向他 一眼就看到了他脸上 飞快闪过的荒弯 和强装镇定 刻意转过的话题 到了 赶紧下车 眼看着宋处理沉玉一般离开的身影 宋处理的直觉越来越强烈 他快步回了家 打开电脑 开始搜索刚刚那几句歌词 很快 搜索引擎上 就跳出了相关信息 魏逢之星 歌手 陆巡艳 歌曲简介 宋处理的眼神 在看到陆巡艳三的字时 就凝住了 墨帝 他想起了以前他闲暇时创作的那些歌曲 和说想成为职业歌手时满眼的期待 他把这一行字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 然后开始搜索起陆巡艳这个名字 陆巡艳 24岁 男 耀星音乐旗下新生代歌手 于2024年3月正式出道 同月发表了第一张专辑 星河漫游 耀星音乐 宋处理翻了翻联系人列表 成功在里面找到了这个音乐公司的CEO 他一刻也等不了 直接给对面发了消息过去 没一会儿 对面就很客气的说明了具体情况 然后 推了一个微信过来 是陆巡艳现任经纪人 也是发掘他的心态 沉挚 从这个人身上 宋处理知道了很多事情 原来陆巡艳之所以消失 是和耀星音乐公司签订合同 秘密培训了三年 封闭训练结束后 公司立刻为他量身打造了第一张专辑 而这张专辑一经发表 就广受圈内圈外的好评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度 只是宋处理向来不关注这些 所以毫无影响 面对这些突然消息 他像是被从天而降的惊喜 砸昏了头一半 不知所以然 久别重逢的欣喜 执念终结的释然 积蓄已久的懊悔 未知明日的茫然 一时间 无数种情绪涌上宋处理的心头 他彻夜不懈地在网络上搜索着 所有和陆巡艳有关的消息 试图用这一页填补过去三年的空白 等到天亮 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耀星音乐公司的总部 在会议室里等待了三个小时之后 他终于等到了日思夜想的人 陆巡艳推开门那一刹那 宋处理只觉得心脏都停跳了几拍 三年未见 他比以前成熟了一些 整个人身上带着洒脱利落的气质 看到是他 他也愣了片刻 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唇角带着礼貌的笑容 宋总 好久不见 听到他的称呼 宋处理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好久不见 一定要这么生分吗 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跟在身后的沉枝心吓一跳 连忙接过话头 您多虑了 我们只是觉得称呼您为宋总 会更礼貌一些 有他笑着帮忙打哈哈 陆巡艳也不用再说这些场面话 他微微致意后就坐了下来 看着两个人你来我往 顺手翻开了桌上的合同 昨夜他接到消息 说有个项目要谈 才一早赶了过来 路上收到宋宇白的消息 便隐约猜到了是宋处理找上门 半个月前 他从维也纳回来 就从一群人嘴里听到了他这三年 为了找他做出的种种事件 惊奇之余 他也有一丝不解 明明他是只把他当成提身 江怀婷又答应和他重归于好 他为什么还要对一个已经离开的人 如此耿耿于怀呢 所以等合作聊完 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 陆巡艳也没有遮掩 直接了当问了得清楚 宋家最近几年刚进军影视行业 明手头最热门的这档英宗节目 能落到我一个处处茅庐的新人身上 应该不是巧合吧 陆巡艳的干脆和礼貌 都让宋处理心底燃烧的那些期待慢慢犯了 他定定地看着他 试图想从中寻找一些让他熟悉的痕迹 可一看再看 却只能看到戴着面具般的冰冷 他交握在一起的双手不自觉扣紧 语气悠长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巡艳 你我之间 有必要算得那么清楚吗 意料之中地回答 陆巡艳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声音浅淡 我和宋总 本来就是投资人和音乐人的关系 有些事情 当然要说清楚 免得引起误会 仅此而已嘛 看着他眼里飞快闪过的失忆 陆巡艳的语气依然坚定 当然 在来到这里之前 宋处理是想过千万种重逢的可能 或是沉默 或是眼泪 或是故作镇定 他唯独没想到 会是公事公办的疏远 难道只有他还惦念着过去 不能自拔吗 宋处理极力想推翻这一点 只能提起往事 试图求证 可我们曾经在一起那么久 你都忘了吗 三年 我们分手也有三年了 不算太长 但足够开始新生活了 没有再回忆什么往昔的必要吧 毕竟那也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 字字句句都像真一样 扎在了宋处理的身上 心间泛起的绵密痛感 让他在难控制脸上的悲切 房间里的气氛也凝制下来 隐约能听到 他那有些急促的呼吸声 两久的沉默之后 陆巡艳听到了他的道歉 对不起 巡艳 过去是我错了 辜负了你的真心 很抱歉 时至今日 陆巡艳其实已经放下了那些往事 年轻时 一腔热血冲动下 谁不曾为爱不计后果过呢 而他嘛 只不过是运气差了点 爱错了人而已 错了他也认了 他还有重来的勇气 所以面对这些迟来的道歉 他心中没有任何波澜 都过去了 以后不用再提了 与弊 陆巡艳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一场再见重逢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结束了 在外面等了很久的陈芝 看见他出来 立刻围了上来 语气里带着喜气 巡艳 你和宋总是就相识啊 刚刚聊得还愉快吗 认识他这么久 陆巡艳一听 就知道他打的什么注意 真拙着用词 朋友的姐姐 以前见过几次 聊得还行 但关系一般 陈芝更清楚她的脾性 嘿嘿笑个不停 又糊弄我是不是 要是真一般 别人抢到头破血流的名额 会落到你一个新人身上 你给哥透个底 咱在圈里到底有什么门路 这样哥跟上头争取到时候 才有资本啊 我要真有门路 还用在你手底下 熬上这么多年吗 陈芝哥 你可别想着什么歪主意了 我们就老老实实 唱歌训练等档期 陆巡艳一边劝着 一边推着他进了录音室 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忙到傍晚 新歌录制完成 下班后 陆巡艳伸着懒腰离开了公司 一下楼 她就看到了 等在远处的宋宇白 正冲着她招手 虽然回国那天 兄弟俩就去见过了 但这半个月里 她一直忙着工作和搬家的事 两个人只在手机上联系 明天都休息 姐妹俩便约着聚一聚 先去以前最喜欢的餐厅吃了饭 又去看了长电影 再出来 已经十一点了 陆巡艳直接带着她回了新家 一进门 看到给自己准备的崭新拖鞋 水衣 生活用品 宋宇白高兴的都找不着北了 她拉着陆巡艳窝在沙发里 一边看着吃零食 一边慢聊着八卦 此情此景 和当年别无二致 两个人都好像回到了上学时的日子 心里颇多感慨 什么 宋处理今天早上找你去了 虽然陆巡艳提起这件事时轻描淡写的 可宋宇白一听 就像烧开的水一样炸开了锅 眼看她这么激动 陆巡艳连忙拉着她坐下来 把桌上的果汁递到了她手里 想让她消消气 事聊工作上的事 也没说什么 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宋宇白狠狠喝了一大口橙汁 还记恨着三年前的事 与记里满是一份甜音 她还有脸去见你啊 我呸 要不是有点血缘关系 就她做的那些事 我高低得找一群人狠狠揍她一顿 我警告她了无数次 没想到她还是死心不改 不行 我明天就去找她 巡艳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她再来打扰你的 陆巡艳知道她是为了自己好 可她们毕竟是亲姐弟 她也不想宋宇白因为自己 和家人闹得这么僵 温声劝了起来 宇白 过去的事我都放下了 你不用再担心了 以后她在我眼里 只会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姐姐 宋宇白紧紧盯着她 看到她说这话时 一脸轻松的表情 这才确信她是真的放下了 什么姐姐 我可没有这种姐姐 你以后就当她是个脸熟的陌生人 少搭理她 她要是还敢缠着你 你就告诉我 我替你教训她 看着她絮絮叨叨 要为自己出头的样子 陆巡艳心中一暖 好 你说的都是对的 我一定遵命 宋宇白这才舒心了一些 为了她几口水果 看着她快躲一的样子 她突然想起一些事 连忙问了起来 你说她找你是为了工作 什么工作啊 邀请我参加心中的天类第三季 做常驻嘉宾 听到这 宋宇白才想起 自家好像确实是 这档节目的最大投资方 她眉头紧拧 迟一着开口 这档节目 的确是宋处理看重投资的 这两年在国内热度很高 她把四个常驻嘉宾的名额 分了一个给你 打的什么算盘啊 这个问题 陆巡艳也思考过 但不管她是什么打算 能拿到这个名额 对她这个出出茅庐的新人来说 总归是一个机会 所以 她也不想费尽心机 去猜测她的动机了 管她呢 反正上头有公司顶着 肯定不会出事的 我现在就是怕 突然接到这么好的工作 会不会有人骂我资源卡啊 有我在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 巡艳 你放心 你的网络舆论我负责了 要是有人敢说你资源卡 我就找人为你量身定制 打造一台专属的英宗 让大家看看什么叫人脉 看她放下的心结 陆巡艳也松了口气 接上了她的话 就我一个人 那会有观众来看吗 要不你把圈子里那些艺术家大腕儿 都请过来给我做嘉宾 这样才有话题啊 不然你不是倒贴捧我吗 咱俩什么关系 捧了就捧了 谁还能说什么 兄弟俩你唱我和 乐此不彼 一直聊到天都要亮了 宋宇白才终于有了睡意 陆巡艳替她盖好被子 熄了灯 听着身边传来的清淡的呼吸声 她轻轻笑了笑 一切已经不是过去的模样了 但还好 她和宋宇白始终如初 第二天 两个人睡到了下午才起来 洗漱之后 宋宇白嚷嚷着饿了 带着她出门 说要去新开的一家甜品店尝尝 店开在半山腰 因为是工作日 店里没什么人 两个人便找了个露台坐下 看着满山的红音翠叶 交换着小秘密 聊得正性起时 突然路过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手里的餐盘 清洗了一些 上面的奶油蛋糕 落到了陆巡艳的身上 看着被染得脏兮兮的衣服 她微微皱起眉头 抽了几张纸巾擦着 惹出麻烦的女生本想道歉 可在看到她们的正脸后 满脸的歉意转变成了惊讶 是你们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宋宇白停下了帮忙擦拭的手 一抬眼就看到了江淮亭 大半年不见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 出个门都要五喝六的 狭路相逢 她脸上的表情 一下就变得微妙起来 宋宇白的脸色也不算好看 一把将陆巡艳护在身后 没长嘴吗 对不起都不会说 不愧和这种人是一路货色 听到她的嘲讽 肇事者横着眼正准备骂回去 就被江淮亭阻止了 她挑了挑眉 看着这三年里 没少找她麻烦的宋宇白 轻横了一声 我还当是谁呢 原来是宋家的顽固子弟 和我的提身啊 在队员方面 宋宇白从不落人下城 严重了 哪里比得上你这个人 见人嫌的狗屁高耀吗 怎么 今天又在宋处理那边碰壁了 来我这找存在感 抱歉啊 我们宋家 没有人愿意搭理你这种倒贴货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当这陆巡艳的面被戳中影痛 江淮亭怒上心头 再装不出云淡风轻的模样 宋宇白 我和宋处理的事 还轮不到你多管闲事吧 把你的嘴给我放干净点 说话之前想一想 我倒贴 你身后的人又算什么 冒牌货吗 只要是涉及到陆巡艳 宋宇白就会像护崽子一样 竖起浑身兜刺 他懒得废话 直接拿起桌上 吃到一半的蛋糕 对着江淮亭的脸就砸了过去 算你倒霉啊 你掉了13年的女人看不上你 现在跟在我和巡艳身后跑 你嫉妒是吧 在朋友面前被人这样羞辱 江淮亭气得脸多红了 宋宇白 不要以为你是宋处理弟弟 我就要忍着你 我从没让你忍过啊 你这么有能耐 那倒是报复回来啊 两个人谁也不让着谁 眼看就要打起来 江淮亭的几个好兄弟 顾忌着宋宇白的身份 生怕得罪宋家 连忙拉住了他 陆巡艳也不想在这大好的休假日 为了几个不值得的人浪费好心情 也在身后劝阻着 看在他的面子上 宋宇白这才罢休 拉着他就要下楼 路过江淮亭时 他故意伸出一只腿绊了一下 意识不差的陆巡艳裂切了几步 眼看就要摔到墙边磕上石墙 被宋宇白拉住才稳住身形 本要平息下来的争钻 因为这点挑衅瞬间升级重燃 宋宇白咽不下这口气 冲上去就要教训他们几个 陆巡艳怕他受伤 连忙上去帮忙 两个人和五个人拉扯纠缠间 不知是谁咬了宋宇白手一口 他直接拿起了桌上的餐盘 想也不想就对着身后 拽着他的人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 江淮亭摔倒在了地上 淋漓献血从他额头上落了下来 滴滴答答 宋处理收到消息赶到警察局 看到还在和警察理论的弟弟时 深吸了一口气 我都说了 是他先动了手 监控录像拍得一清二楚的 他走上前 把拍着桌子变白的宋宇白 按到椅子上坐下 这才看到了坐在里面的陆巡艳 两个人目光接触的瞬间 他眼里遇过了一丝意外 他正想问问原油 一旁的警察先开口了 你是来给他们俩的担保人是吧 他们在蛋糕店或人起了冲突 把人砸进了医院 对方同意和解了 他们反倒还不愿意 你赶紧劝劝吧 警察叹着气走出房间后 宋宇白才转过头 看着宋处理 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和徐燕才是受害者 是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正常的防卫反击 凭什么要他们谅解 听到他耿着脖子 非要分辨的明白 宋处理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提高音量 好了 先把事情经过说清楚 宋宇白这才耐着性子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 听到陆巡演差点撞伤时 宋处理的心猛跳了几下 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 他却没什么表情 抽了一张纸 将宋宇白包上沾的奶油都擦干净了 要不是我服了一把 现在在医院的就是巡演了 我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 凭什么要和他们和解道歉 听明远尾后 宋处理的脸也沉了下来 他签了担保书 带着两个人离开了警察局 你们先回去 这件事我会处理 目送着两个人的车驶出视线范围内 他转身看向几十米治疗的医院 江怀婷住在1406号病房 宋处理推开门时 他刚做完最后一项检查回来 几个男生围在他床头 七嘴八舌地劝戒着 怀婷 咱们惹不起宋家 一点小伤也不是什么大事 还是算了吧 宋宇白就是个不讲理的豪门子弟 以后咱们看到他绕道走 免得他又发疯 受了伤还要忍气吞声 江怀婷憋着一肚子气 刚要发作就看到了宋处理 他那张满是怒火的脸 无缝切换成委屈巴巴的模样 眼里水汽朦胧 处理 我就知道你还没放下我 一定会来看我的 几个男生对了对眼神 默契地找了借口溜了出去 把空间留给了他们 等到最后一个人也离开后 宋处理关上门 这才回过身 三年里 从聚会到私底下碰见 再到他回到宋氏集团后 工作上的交集 他和江怀婷每周至少都能碰见四次 他告诉过他无数次 他们已经结束了 他却仍不肯罢休 固执地认为他不过是在生他的气 非要追着他跑 慢慢地 他也懒得解释了 任由他制造各种偶遇 不予以任何回应 期间 他也听说了他和宋女白之间 大大小小的摩擦 大多时候都只是口头之争 他也没当回事 却不想 多年的无事 非但没有让江怀婷清醒 反而让他越来越放纵 一想起今天陆巡艳险些受伤 宋处理心里就很是不快 他冷着脸看着他情之泪走到身前 可怜兮兮地伸出了手 就在他快要牵住他手的刹那 他后退了几步 沉申开口 今天的事 我已经听宇白说了 徐燕刚回国不久 以前也和你没什么交集 你为什么要故意针对他 几句话就把江怀婷告状的话 掖了喉咙里 他眨了眨眼 一行青泪落下来 语气里满是委屈 是他们先骂我的 薇薇 阿雅他们都听到了 你可以去问 他们和你关系好 当然会向着你 宇白可能会骂你 徐燕怎么可能得罪你 你是看他脾气好 所以挑软柿子捏 是吧 江怀婷没想到 他好不容易主动一回 居然是替害自己受伤的人 来算账的 他心里很是不甘 又任性地无理取闹起来 对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不可以吗 如果不是他 我们怎么可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到现在还要为他说话 就是没把我放在心上 我为什么要把一个 分手十年的前男友放在心上 江怀婷 我告诉过你无数遍 我们已经结束了 是你自己不相信而已 看到他面无表情说出这句话 江怀婷彻底失去了理智 你和他不也分手三年了 都是前男友 他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你为什么要把心思放在他身上 你不是答应过要爱我一辈子吗 他这崩溃到嚎啕大哭的样子 宋处离三年里看过无数次 已经免疫了 手机叮咚了几声 他拿出来看到秘书发来的消息后 语气里满是冷意 宋家和江家合作的那五个项目 我已经全部叫停了 至于之后是否恢复合作 取决于你的态度 如果你在像今天这样 找宇白和巡艳的麻烦 后果自负 听到他这冰冷的语调 江怀婷猛地抬头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你未来给他们出气 要这样对我 你好好看看 受伤的明明是我 宋处离的耐心已经耗尽了 最后看了他一眼 眼里只有无尽的默然 宇白是我亲弟弟 巡艳是我最在乎的人 你不明白 说完 他再不管他是什么反应 转身离开了 门盒上的瞬间 房间里传来的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但宋处离没有回头 陆巡艳带着宋宇白回了家 两个人都换掉了 被弄脏的衣服 阿姨已经做好了晚餐 两个人边吃边聊着 今天发生的事情 刚吃完 宋处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这边忙完了 你们在哪 一起吃晚餐吧 我还有点是想问你 宋宇白放下筷子 悠悠开口 不用了 我和巡艳已经吃过了 你有什么事想问 现在就说 不要当我们兄弟聚会 那去喝杯咖啡吧 天色还早 到底是亲生姐弟 宋宇白一下就听出了 他打的算盘 哼了一声 人是我打的 是是我闹的 和巡艳没有关系 你在这说什么 想问点事 只是想找个由头 见巡艳吧 我告诉你 他现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收起那些小心思吧 一口气说完 他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留 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到他脸上那得意的样子 陆巡艳没忍住 轻声笑了起来 宇白 怎么三年不见 你的脾气渐长啊 现在都敢和你姐姐叫板了 还不是为了保护你 少受点委屈 我容易骂我 忙里偷闲的假期结束后 是连续三个月不停的工作 心中的天籁节目 也开始了录制 名单府一爆出 就引起了广泛谈论 首当其中的热点 就是刚出道不久的陆巡艳 究竟是怎么成为常驻嘉宾的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 要信音乐趁热打铁 直接推出了第二张 由陆巡艳原创的专辑 当时的月亮 在持续的热度曝光下 音乐平台实现了霸榜 此外 公司还发布了一部纪录片 将专辑创作细节 全部对外公开 短短半夜之间 陆巡艳的粉丝 就从几千增长到了一百万 而等到节目播出后 在这档主打原创的音乐综艺里 他靠着卓越的创作理念 触动人性的优秀作品 低调谦逊的性格 在圈内圈外广受好评 等到八期节目全部播放结束 陆巡艳已经成了音乐圈中 炙手可热的新兴创作型歌手 粉丝量一度攀升到了七百万 盛名之下 亦有毁育 在节目收尾期间 网上突然流传起了一则密文 说陆巡艳之所以能一夜爆红 毫无资历成为心中的 天籁节目组的嘉宾 是因为他和节目投资方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一时激起千层浪 舆论很快就发酵起来 被包养 紫园咖 资本炒作等等负面新闻甚嚣沉上 耀星音乐发表过几次声明澄清 读无济于事 陆巡艳的粉丝为了证明她的清白 开始搜集各种证据 结果却意外挖出了 她和宋处理的绯闻 一时间 恋爱八卦满天飞 连连上了好几次热搜 狗仔记者们四处围追堵截 要公司和陆巡艳做出回应 在重重舆论重压下 公司连开了好几个会议 商议该如何处理此事 大部分与会者都主张冷处理 等热度过去 陆巡艳却想借着这个机会澄清 免得夜长梦多 在她的坚持下 公司同意了她的想法 但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们不希望这桩舆论 和后续的所有处理方式 影响到和宋氏集团的关系 陆巡艳明白公司的立场 再三思考后 她约了宋处理出来见面 时隔三年 两个人心平静气坐下来聊起往事 宋处理恍然生出一股不真切感 她看着她乌青的眼 知道她因为最近的舆论很难休息好 主动开口 恋情的是 如果你不方便回应 我这边可以代为出去声明 你打算怎么回应 据实已告 听到这个答案 陆巡艳沉默了 这几个月里 宋处理以工作为由 频繁出现在她身边 各种示好维护 她知道 她应该是对之前的事还心存愧疚 所以才迟迟放不下 可在她的视角里 一切其实都已经结束了 所有难得有一个能做下来的机会 她思寸了很久 还是决定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你和我之间的事情 虽然在一段时间里 却很难使让我释怀 但时过境迁 我也走出来了 也没有了一定要变个是非黑白的必要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愧对于我 所以当年拖着不提分手 之后还不停打听着我的下落 现在你想一力承担此事 也是如此 可这些事 如果在公众面前全部公开 造成的舆论影响 只会越来越恶劣 不管是你还是我 或是我们背后的公司集团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为了大局起见 这份声明让我来发吧 你保持沉默就可以 隔日 陆寻艳就通过微博 对近期的种种留言做出了回应 大家好 我是陆寻艳 针对最近网友们热议的种种 我本人将做出如下回应 第一 网上热议的我和宋氏集团总裁 宋小姐的恋情属实 在我出道前 我们曾在一起三年 后来和平分手后 我加入了耀心音乐 在国外训练三年 于今年三月正式回国发表专辑出道 期间和宋小姐一直保持正当的朋友关系 第二 关于心中的天籁节目嘉宾问题 是节目组官方通过公司向我发出的邀请 我一荣幸能加入这档广受好评的节目 和各位优秀的老师合作 一起创作演绎全新的作品 第三 药星音乐公司已经对近期网上热议的各种话题 做出了回应 其余捕风捉影的传闻不再赘述 这条声明一发出来 就登上了热搜第一 宋氏集团官微直接转载置顶 药星音乐公司也收集了 还在持续抹黑造谣的用户信息 预备用法律手段处理 而网友们在看到双方都坦荡承认后 大多都停止了议论 其余小部分则刻起了两个人的CP 事态平息下来后 陆荀艳没有再关注过网上的风向 他向公司申请了休假 和宋宇白一起去旅行了 沙漠里的浩瀚星海 雪原上的日照金山 海岸边的布节浪花 两个人沉浸在美好的自然风光之中 陆荀艳灵感勃发 一边旅行 一边创作了好几首歌 作为他的第一听众 宋宇白除了在网上晒出旅行游记 还会给他提出很多意见 等到了最后一站 陆荀艳手里已经有了四首 差不多成型的作品 Demo 他坐在沙发上 将灵感一一记录下来 宋宇白就坐在他身边 和网友互动着 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他突然捧着肚子大笑个不停 陆荀艳凑过去 就看到了屏幕上他的粉丝的留言 网友们挖了半天的金主 不会是哥哥你吧 看着后面附带的那个鬼鬼祟祟的表情包 陆荀艳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宋宇白翘起二郎腿 回复了这条消息 没错 就是我 我请我的好朋友 荀艳参加个节目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今年年底 我还要为他推出一部全新纪录片呢 家人们记得关注哦 看着他打出来的这些字 陆荀艳满眼诧异地看向他 纪录片 我怎么不知道 宋宇白拿出这一个多月 用摄像机拍下来的影像资料 笑得灿烂无比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四首歌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 都被我记录了下来 等我回去就联系人剪辑一下 等你的新专辑溢出来 我就发不出去 我倒要看看 到底还有谁质疑你的能力 看到最好的兄弟想得这么周到 陆荀艳鼻腔一酸 抬手抱住了他 宇白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废话 咱俩是最好的兄弟 我不帮你帮谁 旅行结束后 陆荀艳又全身心投入了工作之中 第三章专辑的制作 六七首电影电视剧主题曲的邀约 两部英宗的录制 大大小小的事情堆积在一起 他忙得不可开交 几乎每天都要加班 可因为是自己热爱的事业 所以在苦在泪 他也没有任何怨言 反倒觉得生活很充实 初冬第一场雪落下时 陆荀艳的第三章专辑《星湖》完成了 发售当天 主打曲联衣就席卷全平台 引起了轰动 而在第三十九届国英颁奖盛典上 这张专辑更是一举拿下了最佳曲目 最佳专辑 最佳创作人三个重要奖项 颁奖结束后的采访上 有记者问了一个问题 陆荀艳先生 您在出道的这一年里 先后推出了三张不同风格的专辑 请问您最满意的是哪一张呢 最满意的吗 陆荀艳想了一会儿 拿起了话筒 其实对我而言 三张专辑都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含义 《星河漫游》是在我作为练习生期间 和团队一起打磨创作的一张CD 记录了我在封闭训练的三年里的 所有收获和进步 当时的月亮 是我在学生时代自己创作的作品合集 虽然和第一张专辑相比 它显得很青涩稚嫩 却代表着我的青春 和星火出燃的音乐梦想 《星湖》是我和好朋友 在旅行期间创作的作品 它代表着我的现在 任凭惊涛骇浪 任凭暗潮迭起 一切风雨都将停止 只要还有音乐 那星湖就能安宁 还有一个问题 网络上都在热议 说当时的月亮里 那首民谣明月今夜之河香 是写给你的初恋的 请问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一出来 躁动的现场都安静了下来 面对身前无数闪光灯 陆寻言微微一笑 诚实回答 是 这是我独立创作的第一首歌曲 是我送给我的初恋的 虽然感情已经走到了尾声 但我想那时候的心动和喜欢 不应该淹没在遗憾里 所以将它呈现给了所有听众 谢谢大家能读懂这首歌里宝贵的真心 也祝愿大家都能幸福 至于已经失去的往昔 就让它定格在哪里吧 台下全程观礼的宋初黎 听到它的回答后 愣在了原地 脑海闪过一段有些模糊的记忆 六年前 他刚答应和陆寻言在一起时 他每天都会给他发很长很长的语音 他并没有耐心听他具体说了什么 一句也没有点开过 只会敷衍的回忆就好 等到他生日那天 他拉着他去了酒吧 说要将他的第一首作品唱给他听 可惜前奏刚响起 他就看到了江淮婷 在群里发的想视某家点心的消息 匆匆离开了 等陆寻言唱完下台 发现他没有听到这首歌后 第一次在他面前哭了 宋处理那时候还不懂真心的难能可贵 只觉得他这是在无理取闹 冷下脸告诉他 他的音乐不感兴趣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从此以后 陆寻言再也没有给他发过一句语音 也没有再准备过这种惊喜 他知道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 也知道他一直在为此努力着 可他并不关心 也不在意 那首据说是送给初恋的明月今夜之和香 他其实一次也没有听过 而今 想再听他再为他一个人唱一次 已是再无可能了 说到第三年 陆寻言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在云安举行 八点演出开场的时候 他坐着升降电梯 出现在了舞台之上 能容纳一万人的体育馆里人声鼎沸 只属于他的青蓝色荧光海 点亮了漆黑的夜 他在无数的期盼和爱意里 像曾经仰望过的前辈那样 唱起了歌 如果漫天星光曾照耀过我 那也必将追随你 台下第一排的宋宇白拿着摄像机 将每一个瞬间都完完整整记录了下来 那些曾在那条朋友圈下留言 说要参加属于陆寻言的舞台的朋友们 也都如愈而至了 万人呼声中 陈芝看着台上那道瘦瘦小小的身影 气不成声 我说过要送你站到最闪耀的舞台上 哥没骗你吧 寻言 你是最棒的 而台下无数粉丝 跟随着音乐节奏 一起唱完了这些 陪伴着他们走过了三年的歌曲 一声又一声 一句又一句 如海浪般扑展蔓延 响彻云霄 从第一首连一 唱到最新发表的献给海岸的长诗 陆寻言热泪盈眶 最后一首开始之前 他在大屏幕上 播放出了《离开京北去往维也纳》之前 在最爱的歌手演唱会上录下来的视频 在看到过去的自己 陆寻言心中感慨万千 哽咽开口 唱歌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我也一直在为之努力 但说实话 其实我并不明白 对于一个歌手而言 舞台和听众 意味着什么 直到我第一次去看演唱会 才懵生了要在万人欢呼的舞台上 为喜欢我的朋友们 畅想那些曾让我痴迷的歌曲的念头 可以说 这是我的梦想开始的地方 那时候我22岁 除了还没来得及 让你们听到的那些歌 和几个家人朋友外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但那都是暂时的 我并没有被潦倒的现实困覆在原地 而是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才有了现在站在大家视线中的陆寻言 谢谢我的家人 对我那些任性选择的包容和理解 谢谢我的朋友宇白 悠悠 阿宇的支持 也谢谢陈之歌 让我的梦想终于成真 更要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个朋友 最后这首明月今夜之河香 送给最初的我 也送给现在的你们 人山人海里 如潮水般的呼喝和掌声不断响起 烟没于灯海里的宋处理抬起头 默默看着屏幕上一身月白色西装的人 他安静地站在那里 就能与明月争辉 无端端 宋处理想起了第一次见到陆寻言的场景 春日 暖阳 树荫如盖 他刚好从图书馆出来 看到了前面的两个男生 其中一个很像宋宇白 便想上去打个招呼 他从背后抬起手扣了弟弟后脑勺两下 那就要去哪还没问出口 就愣住了 因为转过来的那张脸 并不是宋宇白 而是一张 能唤起他过往记忆的 让他的心跳不停加的脸 一刹那 他险些叫出了另一个名字 直到一旁真正的弟弟拍了他两下 他才堪堪回过神 姐弟俩闲谈了几句 他在转过身时 就对上了如小鹿般好奇而懵懂的眼 从那双眼里 他清楚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恰如此刻 宋处黎的眼睛里 也倒映着另一道身影 最后一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来 他也跟着人流站了起来 挥舞起了荧光棒 这一次 这首曾是写给他的专属的情歌 他终于在现场听到了原曲 若以诗歌来描摹 你应当是明月 从初见时就照亮我 走过无数漫长黑夜 影子是我写给你的诗 月光可否成为你的回应 字字句句 情真意切 听得宋处黎鼻腔酸涩不已 身旁所有人都在跟唱 只有他 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 哪怕这首歌 他已经听过无数遍 难受于心了 因为那轮只照着他的名月 已经辗转到了他乡 他只能仰望着那一轮皎节 却再也无法触碰 全文完 他已经将习续皎前 写志 写志